从欠款20万的坠血 到如今的百万网红 很多人都说小乔家的胖大哥到底经历了啥 而如今胖大哥又与双重危机 眼睛不是还继续摆摊 是真立志还是另有隐情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背后的故事 小乔家的胖大哥是被乡村小乔一手捧红的 因为胖大哥憨厚的形象 以及一副好厨艺 所以他在短短一年时间就收获了百万粉丝 而他的走红则不得不感谢另一个人乡村小乔 小乔是胖大哥的堂妹也是他的邻居 更是带他走上自媒体道路的人 自从两年前疫情开始以后 很多人突然没有经济来源的人也是乱了方寸 而这个时候胖大哥却是像一匹黑马一般脱颖而出 更是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圈粉几十万 而他的走红却是实数偶然 胖大哥原本在外地的建筑队打工 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由于疫情原因他已一直闲置在家未能复工 而这时候拍摄短视频的乡村小乔 已经小有名气 经常出现在小乔的视频中出镜的胖大哥 也逐渐有了人情 因为突然失业胖大哥也有些焦虑 小乔看胖大哥整日在家闲着 于是就叫胖大哥一起拍摄视频 很多人说小乔到底什么来头 乡村小乔原名叫王晨晨 也是三农领域的顶流主播 他更是用一己之力带动了周边的亲情 甚至整个乡村发展 而胖大哥就是在这个时候 搭上了乡村小妹的顺风车 在胖大哥刚开始拍摄视频的时候 小乔很是大方地帮胖大哥购买了相机 之后教他怎么拍摄怎么剪辑 在胖大哥发布视频的时候 小乔也是经常在评论区 跟他互动帮他引流 而胖大哥也因为汉后豪爽的性格 外加一手好处已为自己劝粉不少 视频中胖大哥就是勤劳能干的大厨 而他的老婆压妈就帮他烧火打下手 两人的完美配合经常给大家呈现各种各样有温度的美食 之后胖哥也是感受到了自媒体的流量 很快胖大哥就拥有了百万粉丝 但是人红是非多走红后的胖大哥却被大家发现 现在他好好的美食博主不甘为何摆棄地摊 其实关注胖大哥时间长的网友都知道 胖哥家中的家境不太好 在前几年的时候胖哥的岳父身患重病 光手数费就需要30万 而自己全家的积蓄也只有10万多 之后在胖大哥跟接人东斌西凑挨家挨户跑了很久 才凑够剩下的20万 随后胖大哥的岳父也是被救治成功 但是家中却是负债累累 于是胖大哥在工地打工之余 也会在晚上摆摆地摊卖鞋袜子之类的补贴家用 也就是在那时候胖大哥患上了眼疾 当初为了养家糊口还清债务 胖大哥即使盯着巨大的太阳光地要工作 干活的时候更是汗水经常顺着额头流进眼 没想到这也被多年以后埋下了隐患 现在的胖大哥虽然每天表现得很开心 但是此下他确实跟自己已经跑了很多城市寻衣问洋 但是最后已经无疾而住 这也导致胖大哥日常行动也都是非常缓慢的 而为何胖大哥出门摆摊也是突发奇想的 因为经常拍摄同一类型的视频 很久没有新鲜的东西网友也会审美疲劳 为了让粉丝感受他们更多样的生活 也为了收入更多的钱 胖大哥的媳妇也决定让胖大哥出门去摆摊 这样的话一是可以增加网友的关注度 而是胖大哥的眼疾也是个大问题 出门摆摊的话也能少看些手机 让自己的眼睛多休息放松一下 其实现在胖大哥的收入也是非常乐观的 每个视频都有几十万的播放量 这样的话每天最少也有上千的收入 所以现在走红的胖大哥也早就把钱款还清了 而胖大哥能有今天的成就 他也多次表示非常感谢小乔 如果没有当初小乔的鼎力支持 绝对没有胖大哥的今天 但是任洪是非多自从胖大哥走红之后 他的账号信息也被网友挖出来 因为胖大哥所在的公司显示的是小乔的公司 于是很多人也为胖大哥叫去 表示胖大哥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 原来只是给别人打工的 很多人正在为小乔跟胖大哥的关系 感到猜测的时候 胖大哥也主动澄清了网友的不识信息 表示当初创建账号9192绑定公司 他自己没有公司 所以才绑定了小妹小乔的注册的公司 让网友不要再搞一谋论了 之后我们也发现 其实两家人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 并没有因为成名后因为利益分割 不均而闹崩 而胖大哥也是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贵人小乔 在小乔结婚的时候 胖大哥更是早早地就化身帮助跑去帮忙 在小乔有需要的时候 胖大哥跟媳妇也是二话不说就过去了 可能就是因为胖大哥这种重情义的信仰 才能收获这么多粉丝的喜欢 你觉得胖大哥是个怎么的人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